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星期天正式在北京掀开序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发表任内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时 将中国今年的经济成长率目标定在5%左右 为新冠疫情后的全面复苏奠定基础 与此同时 中国也将今年的军费预算增加到7.2% 达到1.55兆元人民币 折合大约是1兆令旗 比去年微升0.1个百分点 这也是中国连续三年调高军费 全球瞩目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星期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开幕 即将卸任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率先上台 向国家主席习近平 还有与会的将近3000名代表 报告政府的工作进度 并且宣布今年度的施政重点 李克强首先提到 中国将今年的国内经济成长率 定在5%左右 并且设下城镇居民就业率达到1200万人的目标 同时保障收入同步增长 以提振刚从新冠疫情中复苏的整体经济 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%左右 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左右 城镇调查失业率5.5%左右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%左右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尽管5%左右的经济成长率 一如外界预期是三年来的最低点 不过对比去年疫情严峻期间 受到风控还有国际局势影响 最终只有远低于预期的3%成长率 今年的调整可说是相对务实 然而在军事开销上中国却逐年微增 根据李克强宣布的国防预算草案 今年的军费拨款增长7.2% 达到1.55兆元人民币 这合约1兆令吉 比去年小幅上升0.1% 也是连续三年来往上调整 另一方面对于港澳台事务 李克强首先赞扬中央在香港落实的 港版国安法 让香港走出混乱 迈向兴旺发展的阶段 他还强调中国将在反分裂 及反干涉的基础上 持续推动两岸和平发展